那些年夸过任嘉伦的贴子日久见人先说的就是他吧,上集 他带人接物真诚有礼,带人和善没有架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和任嘉伦小哥哥工作机缘见过两次,感叹于他是一位特别低调实在的艺人 在合作过的艺人中,他算是一股轻牛,配合度高,没什么架子,工作沟通起来也非常顺畅啊 开始工作时,现场的女生都被他电眼加微杀的声线迷晕了 哪怕有一次他还在感冒,据说是以前的肺炎的影响 他工作依然很认真配合,虽然小哥哥很瘦,神态看着也比较累 但是饭量不错,还夸工作团队的后勤准备得好 还会偶尔开几句玩笑,和镜头前有点不一样,特别真是不做作 今天看到在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上,努力唱跳的人嘉伦,以及一直关注 看到他2018不断官宣的戏剧作品,真心感觉到一句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你们喜欢了真是努力不伪装的他,看他稳稳地拍戏,稳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都好,祝小哥哥越来越好 我从做特约演员到跟祖演员,从大唐荣耀到天机制白蛇传说 开工几乎天天和嘉伦见面,嘉伦人很低调,永远面带微笑 对现场所有人都很亲切,和我们一样领和饭吃 后场和我们一样做折叠椅,有时直接做现场什么箱子上之类 拍大唐,由于劳累,嘉伦患肺炎带病拍摄,经常拍摄时咳嗽声打断拍摄 继续重来,再咳嗽,再继续重来,看着心疼 他为了不拖累大家,赶在春节期间上映 上卫生间都在背台词,嘉伦成功是必然的,永远支持他 他在恒电某医院说夜,同时日夜不停工感谢 人家伦的咳嗽一直美好,每一个镜头开拍前一直咳嗽 一开拍立马忍住拍,人家伦的水杯里是煮的冰糖雪梨 简单说两句,楼主演的是他不下 这场戏是伦哥饰演的男一礼处,带着唐军战败了 战事全死光了 试戏的时候一遍就过了,导演也只是让伦哥增加点情感 正式拍的时候我正闭着眼躺着 突然感觉脚踝被伦哥踩了 因为是正式拍只能忍着 其实也没多大点事 结果恩机以后 伦哥第一时间过来冲着我笑着说sorry啊 兄弟,不小心把你踩了 当时楼主居然害羞了 不是因为伦哥帅到无死角的眼 主要是楼主在恒电待这么久 见惯了不少大牌在片场脱戏了 就是一张冷漠脸 突然一个男主对你来了个笑容 根本把持不住啊 看到最近锦衣之下热度这么高 很为他高兴 我很早前就说过他 只是当时没什么人回 我对加伦的印象也特别好 当然也没什么直接交集 但是我相信合作过的朋友的评价 他是个善良 有担当 有人情味 有感恩心的人 红了之后心态也没什么变化 念旧 会记得别人对他的好 喜新又周到 是让人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 加伦要继续红啊 昨天任加伦信息开机 就想说说他 有朋友在他红之前就合作过 现在依然保持很好的关系 每每提起都赞赏不易 说的最多的就是人走茶不良 有情有义 懂得感恩 红了之后还和红之前一样 善良 会换位思考 懂得照顾别人 所以对他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 身边的经纪人朋友 或多或少都有血泪史 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 在娱乐界内真心相当珍贵了 本人影视行业从业者 简单说两句 和艺人工作时见过人家伦 是特别特别接地气的一个男演员 感觉到他由内而外的少年气 很能聊天 很邻家 团队氛围很友好 还请大家一起吃麦当劳 可爱 去年二月份和任加伦合作的时候 他人还没来 便当 奶茶和零食就已经到了 他到了也没有急着进化妆室 先给我们问好 我因为职责所在半蹲着给他了衣服 巨蟹带 他忽然间弯腰说辛苦了 我自己来吧 他真的是我这一年多里 接触的最好的艺人了 温柔细腻 希望他好 希望喜欢他的人之后也好 是两极 但爱让彼此都成长 不是圈内剧组化妆的现场盯庄 天机之白蛇传说时合作的 这么说吧 合作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演员 最喜欢的就是他 白蛇盯庄时 他还没火 人特别无敌句号 纳惠姐姐说是因为没火 所以脾气好 后来大堂拨出爆火 纳惠化妆间 酒店 一堆人堵他 人还是一样 一点没变 卸头套的时候 有几次酒精滴到他眼睛里了 一点都没生气 简直不要太好 任嘉伦的眼睛里面有星星 真的真的真的无敌句号 那些年跨过人嘉伦的贴词 日久见人星说的就是他吧 下集 之前有一次华为荣耀跟人嘉伦合作 要拍摄平面 因为嘉伦在剧组拍戏 只能抽出晚上时间 原定凌晨四点搞定 后面搞到了凌晨七点 期间我们都困到不行 但嘉伦为了平面效果 猛喝咖啡 嘉伦经纪人现场都是快累到的状态 后面才知道嘉伦因为拍戏 已经两天没睡 拍完平面 他又要回去组拍早班戏 但当时嘉伦对我们的态度依旧很好 即使我们超时了 当时对他瞬间录转粉 每个行业都不容易 珍重 非粉合作品牌的工作人员 在前段时间对接了几次 感觉很惊艳 品牌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明星 他的配合度是最高的 反应也是最及时的 虽然经常在剧组 但是会在剧组闲暇时刻 帮忙拍摄宣传视频 有时候平台搞事情 经常半夜里面要求各种素材审核 他们那边也能及时配合 嘉伦真的是天师 他真的太好了 当团队知道粉丝们在刷礼物的时候 强调不能让粉丝们破费 这才会有中途断播消改刷礼物设置 重新开的情况 虽然大家不想看到这样的中断 很影响大家的情绪 但是一切都是为了粉丝们着想 品牌也是牺牲流量 也要与嘉伦一起真心的对待家人们 坦白讲 这场直播瑕疵很多 极为卡住是真的很遗憾 但是设备的不稳定 软件系统的更新 这些都是不可控的 因为这就是直播 我们第一时间去和嘉伦沟通 嘉伦自己也表示 希望回来跟大家道个别 这一刻真的有爆哭的心情 他真的太好了 他值得家人们如此的喜爱 有个奶奶坐飞机 因为不小心将背包砸了 任嘉伦的脚 但他非常温柔地帮他把包捡起来 还帮他背好 他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看 有温柔礼貌的男孩子 回到座位 他儿媳妇告诉他 那个是很火的明星任嘉伦 他才知道 从此他就成了铁粉佳人 还放派有个路透 那天天气很热 他们来到大连动物园 做长颈鹿任务 抄抄给动物园工作的 一位大爷拿水喝 一开始我以为是 只给他们几个嘉宾送水 结果没想到 他给所有人都递去了水 真的一视同仁 刚刚看到一个评论 是请君勤演说的 大热天勤演穿了很厚的衣服 又口渴 看到任嘉伦团队买了很多的水 刚开始以为只是请剧组的人 结果嘉伦向勤演走来 跟勤演说请他们喝的 最重要的是他还称呼群演们各位老师 这个群演说太感动了 第一次被称呼老师 我记得有一次走在一个巷子里 嘉伦怕走在旁边的助理 手会不小心撞到旁边的垃圾桶受伤 他下意识地往里拉了拉旁边的助理 印象深的是有一次粉丝翻牌活动 有粉丝留言说如果翻了他 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任嘉伦回复 你人生的高光时刻 一定不是被我翻牌 而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所获得的美好未来 真的有被鼓励到 偶像的作用不正是如此吗 嗨放开路透 被工作人员开车门打到胸口 他疼到蹲在地上 同时还在安慰工作人员 说他没事 几乎跟他合作过的演员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对他的评价都是真诚 配合度高 没有架子 没有场面化 非常会照顾别人感受 国超这个人最可贵的就是表里如一 任嘉伦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明星了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踏实 无论红与不红 他都是在做自己 从没有花里胡哨的虚招 永远是说三分 做七分的那种 我们喜欢一个人 或许总是在喜欢他的某些闪光点 可对于他 我喜欢的永远是那个质朴 又不停追着梦的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